当地时间11月7号傍晚 纽约时报报出消息称 伊万富翁前纽约市长布隆伯格计划 在本周五之前 在阿拉巴马州提交竞选美国总统的申请 很有可能正式加入拥挤的民主党初选之战 据报道 布隆伯格在最近几周一直在考虑竞选总统 不过目前尚未最终决定 但阿拉巴马州设置了本周五 为总统初选申请的截止日期 为了改换期限 布隆伯格已经派人前往阿拉巴马州收集签名 以获得能在该州参加初选的资格 据报道 布隆伯格还给曾经的民主党高层 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李德打电话 表达了自己考虑参选总统的打算 布隆伯格是来自纽约的伊万富翁 曾经担任过纽约市长 也是财经媒体公司彭博社的创办人 在此前数年中 布隆伯格曾经多次考虑竞选总统 在2016年 媒体再次传出布隆伯格考虑竞选的消息 但他最终宣布 考虑到自己参选 反而会降低希拉里当选的胜算 因此最终决定不参选 但不曾想到 即便布隆伯格努力为希拉里助选 特朗普最终还是当上了总统 如今的民主党初选战局非常混乱 前副总统拜登目前暂时保持领先 但他的领先地位岌岌可危 而进步派的沃伦和桑德斯 在他身后紧追不舍 布隆伯格属于民主党 自然不愿看到拜登岌岌可危 而沃伦和桑德斯势头正猛的场景 这可能是他重新开始考虑 参选总统的最主要原因